Time to share 你開學家的舒適圈 Today is the day Like a two-year-old 在一年之間 台北市Live House 近年受到疫情影響面臨困境 从2016年的21家 到现在仅剩不到10家 台北市观传局串联业者 在台北花节期间 共推出16层演出 让在地乐团持续有舞台展现 Live House一向都是 台湾知名歌手的一个孵化地 那它这几年受了疫情 那可能有一些人 已经许久没有进去Live House 那这一次我们的花的活动 那它就结合这样繁花盛开的春天 那就也以行动 然后来支持Live House的音乐 那在这个部分 从今天开始3月17日 一直到4月19号 其实我们有16场非常精彩的 Live House的表演 甚至在4月7号 那个水源 台大水源那边 有一场免费的 那实际上音乐文化在台北 其实是非常多元 也非常精彩 那很多的独立乐团表演非常好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其实我们是希望 这一次的活动算抛砖引玉 让大家利用这么好的时光 以行动来支持这样的音乐活动 其实在未来台北市政府 我们也会透过 我们像比如说现在国境都开了 其实他们Live House的表演 是很多国际友人非常喜欢的 所以也是我们相对 是我们在集合我们的夜间经济 跟夜间活动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key point 所以在Live House 我们希望它更茁壮 那它也能够在这些独立乐团 他们从一开始 然后最后能够在国际知名 这个大概是我们希望 就是不管是赞助单位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 我们都很期待这样的好画面 而且能够很快就被看到 这场音乐派对从17号开始 一直到4月9号 阵容包括饶舌歌手老莫 粉红恋人 陈竹生等 台北音乐不断电原创音乐 申选的优胜团队桑尼旅人和人 也共同组曲编排演出 这场音乐不断电创音乐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在台北经过我们的公务局 或者我们的产业局 在这几年其实种了非常多的花 今年因为台湾的天气特别好 大家就更感受到说 其实真的是十年有成 到处都是充满的花花世界 那刚刚主持人也特别讲 我们从阳明山一直到 士林到新生公园 一直到大安森林公园 或者是大学城 甚至我们的中校动路上面 现在杜鹃花也正开得非常漂亮 那有花实际上如果有音乐 它就相得益彰 那我也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很年轻 可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听到的不管是民歌 或什么都是从Live House开始 这样好像暴露了我们的年龄 那实际上音乐它本身 它就是可以在对于我们的身心里 其实是非常 就是等于是有点是非常的疗愈 那不同的音乐 它带给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 那这几年的确因为疫情 以及国境没有办法 就是开放的状况底下 Live House它就基本上 其实经营得非常辛苦 甚至4月7号是一个免费 不过我其实我呼吁 我们艺文活动 其实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去感染 就一定要到Live House去亲身的 去体验 那在体验里面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行动 就是该付费 那我们来支持我们的艺文活动 在这个部分底下 那其实在市长台也一直讲 我们一直很希望台北 其实能够就是在一个音乐城市 潮流城市 因为台北成为台湾的一个 我们讲是首都 在这首都里面 曾经也讲 我们不管在艺术文化 还有很多的建设上面 甚至智慧科技 我们都应该要走在前面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我们这一次在繁花的春天里面 带来了音乐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疫情舒缓 然后春暖花开 带来了更多国外的旅客 因为他们非常喜欢Live House 对不对 我们最近其实台北市政府 也正在收集我们的夜经济 那在这个部分 Live House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呢 其实代表台北市政府 欢迎大家 真正走进我们的Live House 去欣赏每一场精彩的表演 台北花节已展开一连串活动 内容丰富精彩 欢迎民众赏花看表演 谢谢我们的和人 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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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